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太低 怎么办 要不就是去观世界 要不就是通过书来去观世界 比如说周老师读了一本书 读的是谁的书呢 读的是滚雪球 巴菲特的书 我可以通过巴菲特的视角看到整个美国这些顶级的名流 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的人生是什么 我瞬间能够看到巴菲特这八十多年的整个人生 对吧 那我的人生路就宽了 我就知道该怎么走了呀 所以说这是第一境界 第二境界是什么 一代见宽终不悔 为一消得人憔悴 啥意思呢 就读书已经从这个以前是逼自己读书到乐于读书了 愿意为读书沉迷 钻研 就像江夜里面的那个读书人一样 就完全的爱上读书这件事了 自己慢慢慢慢都把自己身体给读瘦了 自己都不知道 对吧 一代见宽嘛 衣服大了 对吧 读书读得都憔悴了 就是完全的痴迷进去了 与书合一了 这个境界你将会获得无限灵感 你仿佛在跟作者对话 你仿佛读完这本书以后 这本书不是你在读 这本书仿佛是你写的 你与作者合一了 你瞬间把作者的智慧一转身通过吸引大法 全部变成你的 这个境界极高 第三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句话的境界就更高了 通过读了很多书 突然有那一本 让你瞬间悟出了你自己的思想 让你瞬间能够明白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换句话讲就是那本书像一个 像一个电冲一样 让你瞬间开悟了 让你瞬间觉悟了 让你瞬间觉醒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就一本书可以让你开悟觉醒 就像当年周老师读那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二四堂课的时候一样 当读到我们的高我 也就是我们的无所不知的那个高我 本身应该坐在王位 我们的自我跟本我 本身应该是站在旁边 我们的这个仆人 结果呢 这两个仆人把我们拉下了这个王座 他们坐上去了 而这个书中告诉我们说 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从他们脚下爬起来 把他们两个人扔出去 然后你继续坐在你的王座 这就好比呀 这个秦始皇坐在王座上 他的左右手是谁呢 赵高 李斯 这两个人帮他打理秦朝 做得非常好 他哪有事天天去跟文武百官见面啊 都是这两个人帮他操办 对不对 一个是帮他管理后宫 一个是帮他管理整个王庭 结果呢 这俩人帮助秦始皇管了多年秦国 那秦始皇死了以后 这俩哥们就觉得 那秦国都咱俩哥们弄的 那秦始皇对吧 他啥也没干呀 那具体是都咱俩操办的 对不对 如果说按照皇帝移造服输上位 那咱俩的职位就没了 对不对 咱把那个赵书改了 让胡亥为帝 咱俩哥们还管秦朝 那秦在咱手上统一天下的呀 那咱俩一搭配 照样可以 这就是自我跟本我 刚开始他是为了服务高我于存在 但是后来他觉得 什么时候他自己做主 当久了以后 他仿佛他感觉到他应该当老大 就像一个黑社会大哥 对不对 有左右手 结果那左右手当久了 反而感觉到他应该当老大了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那一刻 那真的是通过那一刻啊 周老师 就坐上了我的那个王座 把那个自我跟本我赶下了王位 让他们重新变成了我的左右手 就那一刻真的是有 一览重三小的感觉 俯瞰苍生的感觉 而且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是在我一个朋友的婚礼上 打都在刻画着 都在吃喜糖的 只有我在那看书 看着看着 瞬间 仿佛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我 只有我了 那个境界太高了 然后 当我觉醒以后 我再睁开眼 看那个世界 我发现整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 你再看那个 云云众生啊 那真的是 就人没有觉醒之前 跟蝼蚁没啥区别 这就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男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个境界太高了 所以读书啊 它是需要境界的 对不对 如果读书只是为了死地应 为把它记下来 就给别人炫耀 那有啥意思啊 对不对 读书可以让你在孤独的时候啊 不会感觉到孤独 感觉到在享受 我们可以通过读书什么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我们可以通过读书 和李白一起醉酒 我们可以通过读书 与陶元明一起采菊 我们可以通过读书 和白菊一起择柳 哎呀妈呀 这个境界 对不对 这境界多高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读书 跟鸡康一起对饮 对吧 跟庄子一起扶琴 跟朱子百家一起论道 对吧 跟老子一起谈道 跟孔子一起 对吧 游学 这感觉美呀 这就是读书的境界 不要再死地应配了 稍微高一点 对不对 用你的高我读书 不要用你的头脑 读书的时候把头脑扔掉 为啥读书读不进去啊 边读书还边想公司的事 家的事 孩子的事 对不对 读书的时候手机扔掉 就剩下了你 整个全世界就剩下了你跟书 进入这个书中主人公的视角 进入作者的视角 进入上帝视角 来去读书 才能读出境界 在没有读书之前啊 我们的认知非常窄 在没有读书以前啊 我们啥也不会 所以说 才会迷茫啊 望尽天涯路 不知道路在何方啊 对不对 所以 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读书啊 来去读到王国为先生的 在人间词画里的这三重境界 对吧 昨夜西风 凋壁树 读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通过读书 找到自己轨道 生起自己梦想 就像周老师在读 富爸爸穷爸爸的时候 我从一个没有资源 没有人脉 没有学历的农民工 就想跟大家一样 找份工作 结果 生起了梦想 要财富自由 要创业成为企业家 投资成为投资家 这就是读书的第一个境界 对吧 第二个境界 一带见宽 终不悔 为一宵的人憔悴 这就是周老师在 深圳书城读书的时候 在图书馆读书的时候 在北京每天坐公交车 两三个小时下班 上下班 在公交车上 站着读书的那个感觉 就是周老师 在读这个秘密的时候 秘密 力量 魔力英雄的时候 完全就痴迷了 出不来了 对不对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蓝山处 就是周老师读24堂课 世界上最神奇 24堂课的时候 就是周老师读 当下的力量的时候 就是周老师读什么 读与神对话的时候 就是周老师读 灵魂前的出生计划的时候 通过一本书 可以让你瞬间开悟 所以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